那這邊的話我們幫大家中途插入了一個對戰組合 這個是 Zest對上阿瑪尼的一個對決 那現在是來到了第二回合 目前得知的比分呢是阿瑪尼1比0暫時領先Zest 歡迎各位回到Olimo League六月決賽八強的第二個對戰組合阿瑪尼對上Zest 那在第一回合對決中是由阿瑪尼拿下了勝利 所以現在是1比0暫時由阿瑪尼領先 第二張地圖來到的是雷鳥 在地圖的右下方粉紅色的神族選手是本月月賽唯一的一位神族選手 OG戰隊的Zest 地圖左上方紅色的蟲族選手澤下阿瑪尼 目前1比0先 賺到2比0進圖的越來的 4區 1比0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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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0先 1比4個雪 1比0先 1比4 然後在這邊雙方的開局上是非常常見 正常的一個開局 只是這場ZS的封門選擇直接封在這個二幻孔 這個是在現在的PTT來比較少一些 一般都會先封這邊 阿瑪妮這邊選擇的是裸霜 裸霜之後接著樹3 繼續在ZS的這邊 傳送門開礦之後放下機器公司核心 這個這個是怎樣 喔喔喔有聖教室 我剛剛想說這個教室的圖示沒有跑出來 結果是因為開圖的人沒有把這個設定成那個 會顯示成那個現在研發科技的東西 ZS這邊先選擇了一隻教室 後續接著是追獵家裡放下星際之門 是走VS線 接著就來看一下ZS的這個VS線後面要怎麼接 由於ZS的第二個單位是選擇追獵者 所以這一邊等一下星際之門會直接出先知 ZS這邊用教室做一下偵查 看到了阿瑪妮的山礦是開起來的 然後幻影飄進了主礦之後是直接取消 這邊剛剛交付過來的房子 在這邊先選擇一隻先知 我們就來看一下在這隻先知之後 還有沒有要再按第二隻先知 有 至於阿瑪妮這一邊現在則是在穩穩的身後 從我們來看一下ZS的這個第二隻先知出來 之後家裡是放下第一隻奧場 丟這個先知進來開了技能殺了一隻之後走人 阿瑪妮二礦的後寵是非常足夠 後續是VRVC 先放機械造場再放暮光意會 對阿瑪妮二礦的三礦是開起來的 這邊來看一下等一下 呃這個VR科技線後面是要投進 兩隻先知進來然後再自殺了幾隻 看一下一個殺四隻喔 然後另外一個殺零隻 所以是剛剛這兩台是合計 殺了三隻 那這個四殺喔 第一殺是最一開始自己衝到 阿瑪妮二礦的時候提殺的 阿瑪妮二礦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邊 ZS的一個打算 呵呵呵呵呵呵 好二頭球 這是一個許久不見的仙姿接白球阿 這邊用仙姿先把蟲胎流照出來 來然後打算 然後打算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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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ZS的稍微超出一下喔 這個白球不要被白打 那後續的話ZS的家裡是提升了狂戰士的衝鋒喔 等一下會轉回一個不朽加衝狂的組合 那這邊在小地圖上可以看到的是阿曼妮在各個小地圖上這邊放的一些紅墊喔 這個是用一化重做巡邏 那ZS的部隊走出門的同時都會被偵查到 這個已經基本上把ZS的一個所有行進路線都涵蓋住了喔 你看最上方這邊是站了一個監視塔 這邊ZS的部隊走出門 這個部隊量不多喔 只是稍微做一個壓制的假象 ZS的這邊稍微給阿曼妮說我要進攻你的一個假象之後自己的部隊是撤了回去 那阿曼妮這一邊是有稍微再刷了一些蟑螂跟異化蟲 但是科技也是不忘了持續往上攀 橄欄槽也是放下去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是一個雙線 ZS的兩台先知先稍微干擾了一下阿曼妮之後兩個白球在投進那個礦 我們想要來多刷一些東西 這邊既然飛進主礦我要稍微小心一點 爲勢 這個 原來剛後叢在打肅化石拉 我應該覺得奇怪怎麼能進去越飛越遠 後叢還是繼續攻擊 這邊REST的威嚇效果是達到了 阿瑪尼這邊是一口氣把自己的部隊人口數刷了上來 導致於剛剛有一段時間REST的人口是領先的 這邊REST打出了PP 不曉得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南部城市REST的一個吃飯時間又到了 我覺得另一邊Supernova跟SU的一個對決應該要結束 因為SU這邊開到4框 那Supernova被壓在主框下不來 好啦現在再度回到比賽我們來看到的是阿瑪尼這邊的一坨大量的蟑螂結尾獸現在是來到地圖的正中間 那蟲洞是直接開在了ZEST的一個三框左側 欸我覺得用蟲洞蠻聰明的喔 說真的我覺得用蟲洞蠻聰明的喔 因為蟲洞這樣弓兵爬出來 喔喔沒有他是百身 我想說蟲洞弓兵爬出來然後把礦挖走 然後再用蟲洞回去 欸這方法不錯阿對不對 結果他竟然知道他是百身獸 好 所以百身下來集火點主堡 不一樣 這邊ZEST的在知道阿瑪尼打的是一個蟲洞百身之後 那加一點勢力要 做一些動作 在這邊ZEST的一個選擇是放下黑暗聖殿那種銀刀 再開第二個蟲洞 這不朽剛不准的 蟲洞百身再出來 ZEST的一個復仇者下來 直接先前擺身 哇這個操作失誤 這隻不朽不可以掉的喔 哇原來是一個雙線 難怪剛剛ZEST的是一個分神 這一個雙線 哇 好這邊跟大家講一下喔 這邊的話其實阿瑪尼他是先把蟲洞開在上面 然後剛剛在這個蟲洞開出來之前 上方這個蟲洞先出來一波百身丟蟲蟲進來 所以剛剛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個 欸這個蟲洞完成的時候出來的百身有一半 有大概一半是冷卻中的喔 所以剛剛那個情況底下 ZEST為什麼在下面的不朽者操作會失誤 就是因為在惡礦那一邊被蟲做一個干擾 所以導致魚子的一個操作分神 我們來看一下ZEST的仰賴這一波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的一個進攻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神效 好這邊兩把墊下來 百身的蟲洞下來扛 毒暴蟲爬過來 除了在不朽身上 這個正面阿瑪尼的一波百身被換掉了 來看一下這邊正面直接頂進來 是不是ZEST 阿瑪尼的蟑螂小蟲會攻過蟲夾 但是目前阿瑪尼的人口數還是來的比較高的 但是阿瑪尼已經掉了一個框 蟑螂回復的同時ZEST的蟑螂直接貼身 好閃追往前跳 阿瑪尼的部隊一直損失喔 我們來看一下阿瑪尼剩下這一坨百身 在這邊丟下來的話 其實ZEST只要撐過這波百身就差不多了 我們ZEST這邊非常聰明 看到百身蟲丟了出來的情況底下 是把自己的部隊往後拉 等到這個蟲的時間消耗完的時候 再做一個推進 好這邊先逼迫蟲降下來 看到蟲沒了大軍 這邊要準備推進再刷一輪追劣 好那些大軍直接頂過來 阿瑪尼的人口現在領先只有13人口 好這邊要滾上來 主角往前衝炸了一輪追劣 但部隊消耗消耗著喔 這邊就看到ZEST的人口已經越來越近 這邊百身的蟲冷卻完了再丟一波 這邊先用異化蟲去攔截掉不求者 到你沒有辦法後撤的一個情況底下 蟲蟲再包上來 3ZEST這邊有冷靜的情況底下 是可以運用操作來回避的 哇這邊應該是12點 所以我已經刷到12點了 這邊 再加上12這部的一個進攻 頂上來 來 其實在這一邊來講 ZEST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自己的正面部隊 不斷的壓在前線喔 這個舉動可以逼迫阿瑪尼的百身 沒有辦法出門 那ZEST就在家裡重新的 要把經濟給補回來 就是礦跳先開回來 然後科技持續的向上攤 並且部隊在前線壓著的一個情況底下 其實阿瑪尼的一個壓力非常大喔 四況開不出來 閃爵直接往前跳 那是 帶走 阿瑪尼這邊打出GG現在雙方是1比1比1爽 好 那這個的一個開戰的話 就變成是 REST這邊 剛剛由於在出門前喔 自己的惡況是被百身點掉 那 在這個情況底下的話 由於自己的一個 經濟是呈現了一個非常 差的情況底下 趕緊要把自己的部隊推出去 看一下現在的一個 看一下現在的一個 接下來應該是要來第三回合囉 那就這邊得知的話 舒芬諾法是已經被樹給刷掉了 所以 呃 目前晉級的是 Cure跟樹 一個蟲族跟一個人類 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 呃 ZEST 跟 阿瑪尼究竟是誰會晉級到四強 又到了 欸 恩 阿瑪尼的 恩 恩 恩 吳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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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最後一個對決的話 King跟Jim的一個對戰 看起來這邊是沒有任何消息 一個TPD確定進擊的一定是人類 這個沒有任何的懸念 好了我們現在來到了Zest 對上阿瑪尼的一個第三回合對決 地圖來到的是魏池湖 在地圖左上方 粉紅色的神族選手 是OG戰隊的Zest 在地圖右下方 藍色的神族選手是阿瑪尼 是Guy帽子拍攝的三個月 是Guy帽子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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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在双方的开局上选择ZES的这边是一个 一样一个正常开哦 那 阿曼妮这边就是 裸双树3 是 双树4 刀3 1 2 1 4 這場的話這者選擇的是一個VCVR而不是選擇VS線 大家後續是一個禮刀 這一個的話VS這場打的就是一個直接人進空投引刀 然後如果蟲族這邊已經有增影的話會改成投白球 這邊直接引刀刷臉上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直接硬砍包子塔 這個包子塔應該是直接炸掉 這邊來看一下阿瑪妮這邊的一個二本完成 這邊是有煎草王蟲很開心 這邊稍微騷擾了以後呢三礦是放了下去 我們去找一次機會 好來看一下這波的一個雙線進攻 這邊兩隻教室飄進來二放 那順著取消喔 那另外一邊就是人進加兩個白球 這邊兩隻教室換掉三隻的弓兵喔 雙方來講都算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犯規 在後續則是要轉回不朽的跟稍微的一個一波 那至於阿瑪妮這裡則是放下螺旋塔 這邊的話就是 其實阿瑪妮這個硬對這次的打法的一個轉兵是大家可以學習的一個打法喔 因為這邊選擇走 走引刀然後轉白球 在後續再轉一個 後續再轉這種 不朽者加稍微的組合 是對空 尤其對飛糖是非常不給力的 所以這邊只要家裡撐住然後轉出了一波飛糖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飛糖的成效 其實這一波飛糖對於Zest這邊就會是 非常煩惱的一個兵種 在現在這個時候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阿瑪妮打算從後續原本要撿掉這個人禁 但是被Zest的白球摸掉了 一波飛糖 這邊分了一隻引刀進來 可是主框這邊也有包子爬星蟲 趕緊把引刀拉到屏屏面去 同時間正面的部隊頂上來 這邊一波立場先切五隻的蟑螂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的一個開殺 這邊的話 阿瑪妮是把飛糖繞到了Zest的主框 那剩下Zest的這邊 正面靠著手指 我再做主意的輸出 Zest的這邊點掉了阿瑪妮的三框之後 是把部隊移動到阿瑪妮四框 再確定阿瑪妮的一個 三四框都停止營運的情況底下 Zest的這邊把 你的這個引刀 掛這個位置非常好玩喔 呵呵呵呵呵呵 我覺得掛這個位置很聰明耶 因為剛那一條路線是 如果今天你把 工兵從二框往三框移動的時候 他一定會走那條路 所以他掛在那邊就變成是 你只要走在那裡就是走一隻砍一隻 好 阿瑪妮這一邊 由於三框被打掉 四框被逼退的情況底下是放下了蟲洞 打算要轉打蟲洞一波 賭賭看有沒有機會 這邊Zest稍微在用 冷靜白球做一下騷擾 冷靜白球的位置有點危險 哇 這個千金玉法把部隊帶走 好 這邊蟲洞開了下來喔 在這邊Zest的主框看起來似乎是沒有什麼視野的 但是 欸 這應該是有看到 嗎 嗎 沒有 沒有 那我們這裡 阿瑪妮還持續的用蟑螂稍微去干擾一下Zest的一個視線 這個時候家裡是已經湧進了大量的蟑螂 Zest在這邊先刷一些追劣來拖時間 同時自己的主力部隊則是拉回來要做救援 但是 阿瑪妮已經霸佔了主框這個邪火口喔 在這邊 這樣 滴地往上的打其實真的不太好打 那是這一邊 看起來Zest只能虧得錢喔 在正常不好的情況底下 但是 由於自己的兵力其實是優勢的喔 在這樣打起來 阿瑪妮送掉自己所有的部隊 打出了 祝祝 我們恭喜Zest的讓一追二喔 以2比1的成績擊敗阿 阿瑪妮晉級到了四強